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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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度真的是很高 一下她会穿着古装 一下她会化身成钢铁人 跟杰尼斯团体蓝的成员们打玩cosplay 台湾的婆婆真的很凶吗 待会回来继续锁定 有有全台湾最大连牧师瀑布的 十分瀑布公园 经过了四个多月的风圆整修 终于要重新对外开放 而且入园不用钱 也是元旦廉价你可以去的地方 在南台湾的嘉义 有一个地方是番舍里 它有一条卡通像 在墙上都是五六年级 最耳熟能详的卡通 是无敌铁金刚的壁画 另外有老诊所改建的怀旧博物馆 带你走入时光隧道 现在很流行是传统复古 但是如果婆婆还像过去的时代一样 对媳妇很凶的话 这恐怕不是一般人现在能够接受的 而日本的综艺节目日本太太好吃惊 这播出日本媳妇嫁来台湾的生活记录 不过这里面说的是台湾婆婆好凶 媳妇做早餐来不及浇花 或是被发现在桌子上 有一丝灰尘的话 都会马上被婆婆碎面 播出之后这引发了台湾网友在PTT炮轰 有网友就认为这根本就在贬低丑化台湾人 想把台湾的女人都塑造成恰伯 再一次日本节目播出台湾婆婆 强势对待日本媳妇 但其实在日剧当中像是流星花园 里头我们也会常常看到 日本恶婆婆苦读媳妇的戏码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今晚的威力彩上看12亿 待会儿回来别走开 欢迎回来 再过几天就是跨年了 歌手们开始倾家练习跟彩排 这次单纲2015年开场的是 两大唱将陈世安跟毕书靖 由于两个人团练的时间并不多 只能够靠默契练习 他们直言真的是好紧张 农历过年前不少人 都会在这个时候买车 其实过去新车销售潮 都是在每年的一月份折扣比较多 但是今年车市热潮提前显见 不只成长两三成 在12月就已经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状态 有不少车商说 小车还有休旅车 都是年底热销车款 甚至已经严重缺货 其中黑色 白色 银色 都是选车颜色的主流 但不少车商说这个白色车款 已经出现严重的缺色状态 还要来看到 这是台东东河乡龙昌村 因为靠近山区 常常都会有猕猴出没 这附近的世家园 就被猕猴当军当成补给站 天天都会爆到 然后塑胶果套被丢满地 赶也赶不走 收成损失五成 金额超过20万 果农们连哭都已经哭不出来了 跟猕猴一样好聪明 这是日本水族馆的海诗 趁着年关将近 他们要大秀写毛笔的绝技 日本辞城县水族馆的海诗 他们要用毛笔字 写出挑战这两个字 不过一开始可并不顺利 这八岁的公海诗 在训练员的陪伴之下 用嘴巴准备要叼着毛笔 一笔一话开始写字 但没想到写到一半 他就落跑了 跳回池子里 只好由另外一只海诗来接报 台湾因为潮湿 这气候变化比较大 有不少人一出生 就是过敏儿 这阵子家长很流行 带孩子做抽血过敏检测 但是医师说大可不必 因为台湾的孩子 有九成都对塵满过敏 验出来不能吃的东西一堆 还有可能会营养不良 谁会成为幸运儿呢 今晚的威力彩 投奖奖金上看十二亿 大家路过经过 千万别错过了 不过有人好倒霉 买都买了 结果号码差一个字 让他的奖金从十亿 变成二十九万而已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